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11日晚间起至12日将有一波水汽通过,全排降雨几率提高,夜晚清晨各地低温约14至16度,需注意保暖。 据中央气象局预报,降雨方面除了迎封面低北部及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外,其他地区降雨几率也提高,其中东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,外出请期待雨具备用。 温度方面,夜里清晨各地低温14至16度,东北季风持续吹拂,明天尾台湾整天有凉意,高温约18、19度,中南部高温23、24度,感受较舒适。 据天气风险,这波影响到周四、周五与是缓和,逐渐回温,下一波冷空气在周六下半天来,而且有机会是今年入冬以来最强一波冷空气,低温可能在北部都有机会跌到11、12度。 强烈东北风影响,台湾中部以北、东南部、寒蓝雨、绿岛、横川半岛及澎湖、金门沿海空旷地区及临近海域亦有9至10级强阵风。 沿海风浪也增大,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。 空气品质方面,明日中部内陆及南部地区为弱风区,扩散条件不良,特别是高频地区因地形效应风速其弱,为扩散条件最差的区域,云加南、金门及马祖为橘色提醒,高频为红色警示,细旋浮为例,其他为普通质量好。